这李大人为什么没来啊 灰心了 在写词官的折子呢 诸位 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丝瓜 真是啊 这折子也能撕啊 这能折起 这份折子是撕碎后又重新粘好的 从这份折子上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些磕甲出身的人 竟抵不上田文静一个酷吏 李大人说 既然这样 他宁肯归隐田园 也绝不与田文静这样的人为伍 田文静有什么不好 他哪一点比不上你 你居然不愿与他为伍 他做了那么多实事 你做了什么 脉弄文末 清谈误国 想辞职也可以 干一阵实事再走 先到公部 任侍郎去 天下的事总有个公道 叫你去公布你就去 自然有人说话 我也会说话 我上折子词官是表明我的态度 至于如何处置我是皇上的态度 我大清朝不能够没有征辰 岂有此理 田文静安然无事 李大人反被降了职 我就不信 小人道长君子道销 咱们再上折子 对 咱们联名的折子就不要再上了 我看从今天起 咱们个人上个人的折子 焉也要把田文静焉死 对 还有那个刘沫林 望风踢戎取魅皇上 居然一味的起田文静说话 简直是斯文败类 咱们一块参当 对 是刘沫 刘沫 用这个刘沫 刘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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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战沫 打人手 打你 不是 郑休 不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不要再闹事 为什么变本加厉 结党乱政啊 回皇上 尚书言是 是臣等的职责 不是闹事 更不是乱政 那你承认是结党了 皇上说是结党 就是结党 朕写的彭党论 你们看过吗 回皇上 君子有党 小人无党 好气派 那河南的声援罢考 也是你们结党所为咯 回皇上 不是 河南的声援罢考 全因为田门静 这个酷吏所致 田门静为什么是酷吏 回皇上 他动辄赤马 甚至用鞭子 去赶当差服役 这纯粹是为了奉人 皇上 明知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 是违背组制 却一意孤行 弄得天怒人怨 皇上 这样的人 难道不是酷吏吗 你那边 你也听着 没有 纯粮 当然 伤伤 不是 你不是 你不是 想要 有什么 云 不想要 看 你 你 也不说 你 还 看 没 你 我 这么 像 我 已经 有 你 ente 是 皇上在河南 实行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 本就不是可行之政 否则 为什么要实行呢 可恶的是田文静 一味逢迎 使得读书人的脸面 荡然无存 国家的元气大伤 皇上 士身的不当差 不纳粮 是千百年来的 成立 请皇上恪守组织 罢了田文静这个小人 取消一体当差一体 纳粮的必正 则天下太平 凭你们也配说天下太平 国苦空虚 百姓独担赴税 朝廷连赈灾的钱都拿不出来 可是什么呢 田是他们的多 差役一点也不当 赴税是一文也不交 任凭国弱民穷 这样的成立 这样的组织 难道不应该改吗 不应该改 为上至于下于不宜 这是圣人的话 那名为重呢 又是谁的话 翻过几篇竹子歌颜 超过几篇高头奖章 就敢在这妄谈圣人之言 抨击新政 岂有此理 田文静推行新政 你们就结党到天 刘莫玲为新政讲了几句良心话 你们连他都惨了 我告诉你们 只要朕还是皇上 就绝不容许你们这些 只会说假话 说空话 不干实事 不顾前大局的读书人 在这妄言乱政 把你们这些折子都带回去 朕一个字也不看 一个字也不准 皇上 皇上 您这样做 就不怕千秋万代留下骂名吗 你刚才怎么说 请皇上收回奏折 给天下人一个答复 朕问你刚才说什么 朕等不希望皇上 千秋万代留下骂名 皇上 看起来 朕就是想不留骂名也不成了 怎么办啊 来啊 来 把他官府扒了 送到养风夹道御神庙 叫刑部大理寺审讯定罪 是 皇上 皇上 你真要杀害众臣啊 皇上 行部大堂上说去 死他似而不要求了 让进去 跟着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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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众臣啊 众臣啊 是赌张国人 你得众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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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你得众臣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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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没想到 前明的彭党 在我大清朝又重现了 但是 你们不要忘了 朕不是明朝的万历 朕是当了四十五年的皇阿哥 水里进火里出 六不半差 外省民间闯荡出来的铁骨头 硬汉子 你们读的书啊 朕全读了 你们没读的书 朕也都读过 当年在黄河里 朕被洪水冲了一天夜 我都没怕过 我还怕你们把朕给淹了 你们是不是和他们一样 来逼宫的 臣等叩护皇上 皇上 您是圣势之主 要是有谁敢逼宫的话 臣我第一个不答应 臣等施主来迟 请皇上致罪 没有罪 你们都没有罪 晚方有罪 罪在镇宫一人 皇上这样说 这臣等何地 皇上有什么旨意 吩咐就是了 好 既然你们还听朕的 就站起来听职 朕自继位 就再三告诫 祝王和文武大臣 要以彭党为戒 圣族人皇帝 也曾再三告诫廷臣 要以彭党为戒 为什么呀 因为一旦结成彭党 不管近在咫尺 还是远在万里 彭比交固 牢不可破 祸端丛生 是其党者 不管闲与不闲 就百般庇护 不是一党 不管好与不好 就百般攻击 是彭党荣库为性命 致国家大决于不公 这次谢吉士 陆生南 还有礼服 煽动百官 彭党乱政 甚至威逼阵攻 就是铁证 礼服 谢吉士 陆生南 师叔十恶不赦 卓继押赴西施文斩 以天下彭党乱政者戒 你们领不领旨 不领旨 朕就全班撤了你们 令换领旨的人 重组军纪处 臣当领旨 公主持人 尔军 尔军 山 桃 桃 总 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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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看那边出生的眼睛 小孩儿好厚点 小孩儿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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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小孩儿好厚 用我这个轻盲的爵位换礼服一条性命成不成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求情 删开 删开 走 Präsident 走走走 走走走 去边 看 那边去 你来得正好 你三叔这张老脸 已经不管用了 快 皇阿玛 礼服等罪该犯死 请皇阿玛念在他们居关 还算清廉 发外师恩 设了他们的死罪吧 皇上 一个亲儿子 再加上我这个亲阿哥 面子总算够了吧 御前免贵的恩典 我不要了 今儿个我 我给你下跪了 使臣到 皇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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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可赶不上了 这下可赶不上了 皇阿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爷 三爷 来来来来 这 这 这 哎呀 三爷 能不能救下礼服 那听炮声就知道了 炮声 什么炮声啊 五十三刻想炮就是没救着 不想炮就是救着了 这能听见炮声 能啊 每次菜市口杀人 这 都能听到炮声 是罪 善王子善女罪 发阿尔多罗三妙三菩萨心 其应何往 迎何降伏其心 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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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提念 炮主四首 来善护念诸菩萨 善附诸 诸菩萨 如今提令安慰什么是网 王上 三刻了 三 乃 善说 吔咖了 四 门 乃 善 善罪 善罗 善罪 善罪ag 听见炮响了吗 你们听到了吗 康梅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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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康梅翔 什么是英雄好汉 这才是英雄好汉 当时我站在最前面 这个事清清楚楚 那宝亲王问李大人 皇上问你 知道田文静的好处吗 你们猜 那李大人是怎么说的 说的 那李大人把头一抬 说道臣至死不知田文静好在哪里 好 好样 对 当时我们也是喊了一声 好 好 好 宝亲王叹了口气 拿出了圣旨 奉旨 赦免礼服死罪 革旨 永不续用 当时大伙一听这 都念起佛来的 听说宝亲王拿到射照的时候 那一刻钟是怎么跑到的 废话 从武门到菜市口 怎么说一刻钟也赶不到 接着说 接着说 别听他的说 那宝亲王当时是跨一匹黄标马 高举着圣旨说道 放旨去救李青天 你给我飞着去 倘若耽误了时辰 我立刻宰了你 那马他飞起来了吗 当然了 那黄标马 听宝亲王这么一说 顿时是四骑生风 呼呼呼呼 向菜市口飞去 神了 这话有水 怎么有水了 当时我就在半道上 亲眼所见 宝亲王骑着马飞跑 马蹄子一下一下它落在地上了 根本就没飞起来 那好 咱们打个赌 我也给你一刻钟 从武门跑到菜市口去 跑到了 我 我 我他妈就把画给我的四十亩地 给你 跑不到 把你那四十亩地给我 我 怎么样 好 这倒是一个辨别真伪的好办法 一刻钟 无论如何都跑不到 那两刻钟怎么样 废话 宝亲王用了一刻钟 那你干嘛用两刻钟 奥妙就在这里 我告诉你们 三个监展官的表 走到五十二刻就停了 呦 呦 有这样的事 千之万缺 当时啊 那大爷就在观行 那大爷看过表 五十三刻早就过了 监展官就是不发令 单等宝金王赶到现场 那表还是五十二刻 啊 老天有眼 清官自有神灵保佑啊 那你知道谁带保佑李大人吗 是顺治爷和康熙爷 顺治爷和康熙爷 没错 皇上为什么要杀李大人他们 是因为李大人他们 反对皇上 改变顺治爷和康熙爷的组织 顺治爷和康熙爷 赞赏他这一片忠心 能不显灵保佑他们吗 这样一来 任谁当这个直立总督 也不敢和咱们齐人过不去了 是不是啊 对啊 没错 改名老子把那四十亩地卖了 也能活个三年五载子 咱们回去把地全卖了 朝廷照样给咱们发粮食 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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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前众美 园中养贺 我比诸位幸运 诸位 为朝廷出力 毕竟是读书人的职责 我望诸位弘扬圣人之道 为我大清多保留一些正气 元气 宝亲王说 他不能来为李大人送行了 托我带他敬您一碗酒 不 李福这条命是宝亲王和三王爷救下的 这碗酒我喝了 这碗酒我喝了 老师 是 这碗酒是门神敬您的 不敢 我李福何德何能 看错你的老师 老师 诸位 老师 告辞了 吧 你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皇上 他礼服不给你喝 朕同你喝 来 喝 喝 皇上 谭云 没事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鬼我心 不要说你啊 就说朕何尝不是受尽了冤屈 现在外面很多人传朕贪酒好色 你们三个都在这儿 这几年像这样喝酒 朕还是头一回 你们说是不是 是 是啊 皇上 秦师 倒酒 皇上 皇上 怎么了 皇上 您不能再喝了 奴才 你敢抗旨吗 就是抗旨 奴才也不能再让皇上喝了 这碗酒我替皇上喝了 这碗酒我替皇上喝了 李德泉 龙才在 嗯 嗯 嗯 军机处传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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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机 张经上 幸走 这 这 皇上 微臣万万不敢领旨啊 嗯 请皇上收回成命 什么 皇上 客家彭党一案 微臣的老师杀头的杀头 搁职的搁职 微臣却反而得到升迁 微臣何以立朝为官 何以在世为人 请皇上替查微臣的苦衷 你死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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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下去吧 朕 你留下 你替朕喝了这碗酒 朕感激你 那么多人为你出生入死 也没见你感激过 我喝一碗酒也值得感激吗 不是这样 其朕 出生入死的人很多 但是他们都是有所求啊 你不是 所以 朕感激你 你在朕身边有些日子了吧 大概六百多天了 六百四十一天 你知道 朕 朕 为什么要把你留在身边吗 不知道 你不会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上 没有几个人能知道朕的苦心啊 哎 哎 刚才 你都看到了 刘墨林 刘墨林 因为去了河南 看到了实情 为田文静 不 是为百姓 说了几句公道话 他们就这么对待他 朕体谅他 可是谁又体谅朕呢 哎 哎 朕每天死更起身 做事 要做做子时 子时 但是 胡乱睡一两个时辰 还常常半道里惊喜 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朕每天批的奏章 最多 要一万多字 最少也得五六千字 每天还要接见中 成功有时候连着就是十几起 啊 朕这是为什么 啊 为什么 他们还要处处和朕拧着干 到处给朕出难题 说朕的坏话 你曾经是老十四的人 也是最恨朕的人之一 朕把你留在身边 就是要让你看看 朕到底是个什么人 啊 将来有朝一日 朕放你出去 你要给朕说几句公道话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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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冷 你也不会笑话朕吧 不 不会 皇上 喝 皇上 朕 朕 朕 李公公 快来 皇上发烧了 快 皇上 秦帅 快去传探医 这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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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艳之 天艳之 这清流和奇人 都让他得罪光了 老十三也病入膏肓 他自己这个病 看样子也好不了了 这就叫 人算不如天算 八哥 是时候了 该怎么干 你就交个底吧 九哥说的不错呀 八哥只要振臂一呼 立马就能掀翻了他这条船呢 平时八爷叫我们等 说实话 还真有点想不通 现在看起来 还是八爷英明 终于让我们等到这一天了 八爷 该怎么干 就成你一句话了 是啊 是啊 我的原意还是等一等 现在看起来 任何事情都没有十成的胜算 有七成 就得干 你们都过来 我也不得了 虚而不发 戴琪十亿 现在 是时候了 下面 我们分三步走 第一步 咱们紧紧抓住 雍正给予整顿齐武的心力 让红十去纪念 奏请关外的铁帽子王 进京共同整顿齐武 我想雍正有八成会同意 第二步 只要他同意铁帽子王 进京共同商讨齐武整顿 我就能和他们联络 以恢复组织的名义 突然提出八王义正 驾空雍正 就这一点 他绝不会答应的 接下来 就是关键的第三步 这么多年的教训 有了人心 有了文士 都没有五倍 最终还得败在他的手里 因此 只有兵剑 才能迫使雍正低头 咱们吃亏 就吃亏在手里没有兵权 可是这一次 我要借关外的兵力 夺京基的兵力 京基的兵力 分成两大部分 一部分 是驻扎在京郊的 丰台大营 和西山的瑞剑营 还有一部分 就是步军 统领衙门 封台大营 和西山瑞剑营 我有办法 步军统领衙门 只要买通了龙科多 也会一举夺得 陈兵国门 他雍正 也就只好同意 八王义政 到那时 咱们再把他的新政 全面废除 天下的士绅 和奇人 就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好 到那时 咱们再把八王克推上去 取而代之 不 到那时 咱们再把红石推上去 取而代之 天若助我 我学周公 天若灭我 我也绝不会自觉于 列祖列宗 记住我的话 一切都要小心留意 等我回来 咱们再把红石推上去 我学校的红石推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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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把红石推上去